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俄罗斯向来以世界第一的辽阔领土广为人知,从温暖的东欧平原到严寒的西伯利亚,结识俄罗斯的疆域。 如此广袤的疆土,当然来自于俄罗斯人对土地的极大渴望,与一代代的功法扩张。 俄罗斯有这么一句话,俄罗斯的领土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俄罗斯领土大到了何种程度,当朝阳在俄罗斯极东的白岭海峡升起之时,首都莫斯科还笼罩在前一天的夜幕下。 有人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俄罗斯的领土之大,芬兰与朝鲜之间仅仅隔着一个俄罗斯。 与印法等国相比,为何热衷于侵略扩张的俄国人却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趁着发现新大陆的航海热潮去占领海外殖民地? 事实上,俄罗斯也曾经有殖民地。 一,进军东方。俄罗斯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东欧平原后,而北方是一望无际的北冰羊,南面是实力雄厚的奥斯曼帝国。 如果要进一步扩张领土,就得向西或向东征伐。 然而西方的欧洲国家都不是落后的俄罗斯所能征服的,甚至还是俄罗斯的西部编换。 这样,俄罗斯迈上了东征的道路。 俄罗斯人迅速消灭了进正韩国分裂后留下的几个小韩国,翻越亚欧边界乌拉尔山,攻灭西伯利亚韩国,朝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腹地挺进。 他们凭借武力与东正教沿途征服当地的土著居民,迫使他们臣服于俄国沙皇,依掠夺珍贵的猫皮特产。 发生在16到18世纪的这场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大规模探索与征服,实际上也是当时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一部分。 俄国得以探索并独占西伯利亚全境。 二,为了走向大海。 俄国对西方国家开辟新航路,占领殖民地的事情并非视而不见,但要效仿,俄国还是感到有心无力。 禁军西伯利亚虽然是占了天使地利,却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俄国难以参与海外殖民地争夺的无奈之举。 俄国缺乏出海口,虽然领土广大,但是几乎等于被困在内陆。 至于强大的海军,更不用说了。 而要开辟并维持海外殖民地,拥有出海口是必须的。 俄国人自然也深知这一点。 因而早在伊凡四世时期就盯上了最近的波罗的海出海口,与占据这里的瑞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的瑞典也是欧洲一霸,科技先进,军事强悍,俄国初期屡屡碰壁。 终于在彼得伊士时期,俄国例行改革,在大北方战争中先败后胜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建立圣彼得堡,甚至从莫斯科迁都于此。 彼得伊士也因这样的不适之功被称作彼得大帝,但仅仅一个波罗的海出海口还远远不够。 彼得伊士还有更远大的野望,开辟更多的出海口。 首先一个就是南方的黑海出海口,还有一个就是地中海出海口。 更长远来看还有印度洋和太平洋出海口,而最近的两个出海口都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俄土之战在所难免。 俄土战争旷日持久最终还是俄国占了上风,在第六次俄土战争后,终于夺取了黑海之盼的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获得了黑海出海口。 黑海虽然出海不便,但跪在让俄罗斯有了不动港。 虽然俄罗斯拥有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但这两个出海口距离大西洋太远,沿途都有别国控制的海域,想要出洋就得仰人鼻息。 而后起的俄国海军相比欧洲国家和奥斯曼帝国还尚显稚嫩,更加不可能强行突破。 结果这两个出海口就成了十之五位,七之可惜的鸡肋, 因而向东方的太平洋突破就成了当务之急。 俄国在征服西伯利亚后就开始觊觎中国的外东北地区,试图夺取太平洋出海口, 最后被康熙蒂发动两次亚克萨之战,驱逐了俄军,迫使俄国签订逆复出条约, 暂时遏制了俄国的侵略企图。 俄国也只能知能而退,转而继续向东进发,希望能找到太平洋与新大陆。 1728年,受雇于俄海军的丹麦人白令,率北极探险队抵达了亚洲与美洲之间的狭寨海峡, 而这个海峡日后也以它的名字命名为白令海峡。 发现白令海峡代表着俄国人已经与美洲新大陆近在咫尺, 虽然白令等人因为大雾弥漫未能发现对岸的阿拉斯加, 但至少证明了亚洲与美洲不相连, 接下来只需要再一次勘探就能够抵达美洲。 3.后来者难居上 1733-1742年,白令率海军从勘察家半岛出发, 这次勘探由沙谎资助规模浩大,探险队死伤惨重, 就连队长白令也在1741年病逝于荒岛上, 但也发现了美洲的阿拉斯加、阿流申半岛和白令海, 开辟了太平洋毛皮贸易, 更为俄国在美洲的进一步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 阿拉斯加地处极地,气候严寒,遍地动土, 无法搞农牧业生产,实在难以进行殖民活动。 好在这里是一个毛皮王国, 盛产海狗、海豹、水塔、雕等毛皮动物。 俄国人依仗武力, 写破当地,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土著们, 为他们捕鱼打猎,以攫取大量商业利益。 为了更方便地做毛皮生意, 1784年, 俄国商人首先在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建立了三圣湾殖民地, 这是俄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 俄国人终于在18世纪末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 毛皮生意虽然让俄国人大赚特赚, 但缺乏政府管理也造成了俄国各大贸易公司的竞争混乱。 同样盯上了阿拉斯加地区的英美, 也开始频繁在此活动,试图分一杯羹。 沙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于是1799年, 沙皇保罗一世授权下属创办俄美公司, 以加强贸易管理。 沙皇授予俄美公司对阿拉斯加殖民地20年的政治经济垄断权权, 代价是公司利润的三分之一要上交沙皇。 实际上, 俄美公司的成立也是仿照了当时西方殖民大国的做法, 建立贸易垄断公司以控制殖民地,压榨其经济价值。 但俄国殖民地有一个巨大的天然烈史缺粮, 别国殖民地大部分在热带温带自然不愁粮食, 相信之下阿拉斯加就差得多, 无法重粮放牧全靠俄国支援, 结果1806年爆发了饥荒, 俄国本土没能给予援助, 当地俄国人只得沿海岸南下, 找占据美洲西海岸的西班牙人买粮。 这次购粮之旅一场顺利, 俄国船队抵达了西班牙管辖的旧金山湾之后, 不但换到了粮食, 还发现了美洲西海岸物产丰富, 切后宜人。 西班牙人还没有控制旧金山以北地区, 俄国人喜出望外, 决定在这里开辟新的殖民地大干一番。 俄罗斯殖民者迅速在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地区 建立了一系列小据点, 最著名的就是1812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的罗斯堡。 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也不甘示弱, 为了这片沃土很快加入了这场殖民竞争。 俄国人虽然也努力扩展势力, 可惜美洲距本土实在太远, 难以获取支持, 再加上俄国殖民者主要目标仅仅在于粮食和毛皮动物。 在加利福尼亚逃进热道来之时, 这里的土地和毛皮资源也面临紧张, 俄罗斯人只好选择退出, 卖掉了罗斯堡等据点。 四,惨淡收场。 俄国势力退出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后, 和接壤的英属加拿大旧领土问题也进行了长期谈判, 几度重新化解, 最终确定了阿拉斯加与加拿大的边界, 而这道边界也延续至今。 虽然边界化定了阿拉斯加殖民地, 却出现了危机, 首先是英美商人的竞争, 财大气粗的英国公司在毛皮贸易上 逐渐压到了俄美公司, 导致俄国毛皮贸易逐渐无力可图。 其次是过去对阿拉斯加毛皮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使得水塔、海狗等动物数量锐减, 陷入了困境。 最后, 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惨败于英国, 与俄国成功凭借不平等条约 从中国夺取了外东北地区这两大事件, 更让阿拉斯加失去吸引力。 夺取了纬度较低气候较温暖的外东北, 就获得了太平洋出海口,海慎威, 与强敌英国接壤的阿拉斯加顿时相行见处, 即使是热衷于领土的俄罗斯帝国也开始盘算, 如何放弃这块已经缺乏潜力的土地。 最终俄国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出售给俄英之外的第三国。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会因为英国以武力强夺而白白失地, 也可以让占有阿拉斯加的这个国家站在俄英之间充当缓冲地带。 恰好在1867年,美国国务卿只要上门购地, 逃价还价之后, 最终阿拉斯加被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 俄美公司至此宣告解散。 俄国的海外殖民地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持久, 原因有很多。 首先和俄国出海口获得太晚, 海军实力不济有直接关系。 纵观世界殖民大国, 几乎都有着强大的海军和利于出海的港口, 而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国家, 最终都被淘汰出殖民地竞争的行列, 俄国也不能例外。 海军的虚弱更是克里米亚战争, 热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从地理上看, 波罗的海、黑海出海口离大西洋太远, 受制于丹麦、瑞典、土耳其等国家, 使得俄国舰队难以远征大洋。 热战争中, 黑海舰队被土耳其封锁, 而波罗的海舰队被迫劳失远征日本, 最终一败涂地就是一个例子。 海军骑不晚的俄国更不具备在海上与英法等海军大国争雄的实力。 然而回顾这段不成功的俄国海外殖民史, 俄国固然因种种击毙而失败, 但拓制西伯利亚这段过程仍然为俄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伯利亚虽然环境恶劣,地光人稀, 却也融入了多民族的俄罗斯, 成为了重要的领土。 相比于短命的海外殖民地, 陆地连接俄国本土的西伯利亚历经风雨, 仍然未曾被夺走。 当年叱咤风云的大英帝国依仗海外殖民地成就帝国伟业, 在二十世纪亚非拉反殖民大潮中也被冲垮, 反而是继承沙皇俄国巨大领土的苏联崛起为超级大国。 没有海外殖民地的俄国是否也是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呢?